领着三个月的运动 表演高难度的舞曲 是怎样一种艰辛的体验 凯瑟琳泽塔琼斯 在2002年上映的芝加哥里就亲身示范过 这部融合了探歌和爵士舞 踢踏极木偶具的歌舞片 凯瑟琳包揽了多场歌舞的演出 每一场歌舞 舞姿都挥洒着肆意的力量感 丝毫看不出 彼时33岁的凯瑟琳 已经身怀六甲 这一方面得益于凯瑟琳年少时 就练就了一身高超的舞技 毕竟全英踢踏舞冠军的称号 不是谁都能轻易夺得 而另一方面 则源自于凯瑟琳 作为一名优秀演员的自我修养 因为凯瑟琳在芝加哥里的出色演出 第75届的奥斯卡奖 把最佳女配角的奖杯 颁发给了这位即将临盘的漂亮宝妈 并且还把包括最佳影片 和最佳服饰设计在内的六项大奖 都颁发给了芝加哥 为这部影片提供服装设计的 柯林阿特·伍德 在其职业生涯里 一集回忆录 爱丽丝梦游仙境 以及神奇动物在哪里 三度获此珍贵的殊荣 而柯林阿特·伍德 为芝加哥打造的舞台服 除了款式数量极其庞大 每一件都保留了 20年代歌舞华服的美感和年代感 凯瑟琳在影片里第一次亮相 就穿了一条特别亮眼的黑色舞裙 款式设计的非常性感 剪裁线条很贴合身形 很方便舞蹈的动作 裙摆是用细长的流苏拼接而成 舞动的时候极具动态的美感 不灵不灵的面料 加上灯光是极具技巧性的打光 让这条舞裙 即使在黑漆漆的舞台上 也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凯瑟琳在影片里第二套黑色的舞台服 要设计的更性感 为了迎合监狱探戈风情万种的舞姿 不管是凯瑟琳还是其他群演 都穿上了非常漏肤的黑色舞台服 看惯了凯瑟琳以往古典优雅的扮想 再看身着这套舞台服的凯瑟琳 很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原来剪短了头发 跳着热辣舞步的女神 也可以这么有魅力 当然凯瑟琳的舞台服不都是黑色的 她在影片里有一支高难度的毒物 配合这支舞曲出镜的 是一条红拼黑的性感舞裙 款式的设计 与第一条黑色的舞裙 有着一曲同工之处 但整体的样式要更整洁一些 尤其是流苏裙摆的设计 红与黑的界限非常分明 让这支舞蹈动作非常出其不意的舞曲 在视觉上更有色彩的平衡感 此外凯瑟琳在影片的末尾 还出镜了一条银白色的舞裙 款式依然是流苏装饰的吊带连衣裙 因为是双人舞的演出 所以与舞裙配套出镜的舞鞋 还有其他道具都采用了统一的色调 当凯瑟琳与同为主演的瑞妮奇威格 跳着整齐画衣的舞步出场时 即使舞台的背景布置得很绚烂 但两人身着的舞裙 依然闪耀着耀眼的光辉 这样类似的银色舞裙 奇威格在独舞的时候也穿了一条 可能考虑到奇威格的身形更娇小 这条裙子的流苏裙摆并没有设计的很长 可以让奇威格充满力量的双腿外露出来 为了增加着装的视觉亮点 这条裙子还设计了配套的水钻壁套 布林布林的质感与裙子形成统一的风格 奇威格与凯瑟琳一样 也有一条黑色的舞台服 大漏被款式的裙子 因为不需要展示大幅度的舞步 所以设计成了优雅长裙的款式 但依然保留了舞台服一贯亮晶晶的质感 而影片里最具仙气的舞台服 也给到了奇威格 他这条粉红色的裙子 是所有舞台服里风格最别墅一致的一件 没有浮夸的流苏装饰 也减少了水钻的点缀 虽然依然设计得很漏肤 但自带高贵的气质 与悠扬的钢琴曲结合在一起时 多了几分高攀不起的优雅感 在木偶剧的演出里 奇威格穿上了20年代直线型低腰线的日常连衣裙 为了让灰蓝色的裙子 在一众舞台服里足够醒目 裙身拼接了很多荧光蓝的高光布料 也为了木偶剧的演出更生动 裙子的衣领和袖口都采用了荷叶边的款式 配合化妆师给演员画旧的刻板妆容 奇威格扮演的木偶人 既生动又符合角色的形象设定 奇威格日常穿着的服装里 还有一条白拼黑的裙子 五分袖的连衣裙 款式非常简洁 但因为领口那一抹白色的小原理 使得这条无论面料还是款式 都不甚醒目的裙子 很有视觉的吸睛亮点 而且还让穿着者透露着少女的俏皮感 与其威格偏少女的着装风格不同 凯瑟琳在影片里的日常服装 却走着欲解的路线 她参与法庭审判的时候 戴皮草的长外套 搭配了一条吊带连衣裙 从长串珠项链到头上造型别致的帽子 都透露着浓郁的二十年代的风气 约舞台上散发着狂野魅力的凯瑟琳不同 此时的凯瑟琳又变成了 你我都高攀不起的女神模样 芝加哥区别于其他歌舞片 只讲究美感 而忽略深度和剧情不同 她的歌舞与影片的剧情融合得很丝滑 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故事的发展 很多场歌舞的片段 对拔刀影片的思想深度 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甚至比起直白的书角台词 用歌舞来反讽社会的腐朽 会更加耐人寻味 如果你想一览凯瑟琳高超的舞技 又或者想欣赏到 其维格不同以往喜剧人的高超演技 那么可以去看看 这部丝毫不输同名音乐剧的歌舞片 它作为一部高分佳作 时至今日 依旧能够激发观众 对社会的深度思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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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